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农村长大的 他觉得香港是透明天堂 他有很多东西卖 有很多东西看 有很多新鲜东西想见 带他见识一下 例如我又带他去吃铺飞 他好像没见过这样 很开心 又带他去海洋公园 我记得有一次上太平山 我记得那天看烟花 刚刚过年的时候 他很开心 他说没看过这么漂亮的烟花 在很小的地方里面 大家一起住 我回到家里有饭吃 然后大家坐在那里聊聊天 又说说香港的事给他听 又说电视罩 那时候是很开心的 太太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在厕所里面 在那里喊 老公啊 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 我有东西绑住啊 我动不了啊 我就立刻和他穿上衣服 扶他上床 点来点去 他的样子就抱着 手抽搐地挣扎着 我见他这样的情况 我都很害怕 第一时间我就想起我妹妹 我妹妹当时已经是一个传道人 我想在这个情况下就会帮到我 所以我打电话给我妹妹妹 我妹妹就说 我现在没有空 我说 你没有空怎么办 他说 他说 行啊 你祈祷就可以了 不行啊 我以前回过教会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 上帝不喜欢我的 我又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后来妹妹跟我说 他說:「阿哥,不重要的,你以前做的事已經過去了。 最重要是你這一刻悔改,我就跪下,祈禱悔改。 告訴上帝,我以前所做的一切是錯的。 求你原諒我吧。 張開眼睛,我就把我的手按在我太太的額頭上。 然後我就停起空堂,奉主的命。 要不說這句話,我太太喊得更大聲。 整個房間都擦天,我馬上閉上眼,我很害怕。 突然就靜下來。 靜下來之後,我就慢慢睜開雙眼。 我就看到老婆好像綿羊躺在床上。 哇,原來上帝真的是甘敬。 在以前想尋找一些所謂的信心和滿足感的時候, 原來都給不到的。 是上帝這個真實,能夠給我一份滿足和一份平安。 這件事我猜我永遠都記得。 因為就是這樣,我跟了耶穌。 跟著它,我就要嫖倒飲蕩脆。 每樣壞事都要解。 易不易? 不易的。 唯有祈禱吧。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一起吃飯。 我便死了。 他們會吃煙的。 萬一吃煙,我就會吃飯。 所以我就求上帝,上帝你幫我吧。 一拿出來煮,我就死了。 誰知呢,他們一煮煙,一吹過來之後, 我一聞一聞。 嘩,原來不是想吃,是想吐。 我去了廁所吐。 吐完之後回來,又聞到煙味,又吐了。 最終吐了三次。 後來,又對那些煙,簡直是很反感。 上帝真是厲害。 突然上帝有一次叫我,叫我讀神學。 讀神學,又要沒有工作。 我沒有工作又不行,賺不到錢。 太太又沒有工作。 這層樓又要工。 還有我讀書,全部單梯。 我說上帝,是不可能的。 但我甘願順福。 好,死就死吧。 我知道上帝不會點黑路給我。